回來第二節的《孔教如學實德》 我們《實德》當中有禮作為我們今集的主題 阮長剛才跟我們分享過生意的經驗 在職場上我們聽眾可能都是在上班的 禮這個概念有多重要呢? 很重要 我去到每一處跟工廠的去到訪問中 那些老闆對我這麼好 廠長對我這麼好 書虎也對我這麼好 一去到下午1點鐘去到他 12點多鐘去到他的工廠 那些老闆見到我來了 當然來了 有人請喝茶 我說很厲害 我說能夠請喝茶真是最開心的 還是喝奶茶 不是啊 出去外面有茶 各個的一家叫做一定好茶樓 有那些油膽茶樓 有一家叫龍鳳大茶樓 每個都真是好酷 那些是幾萬一夕的 是嗎 那些錢很便宜的 你應該是老闆來的 叫你佳仔的 佳仔的 因為他贏了幾歲 好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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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中國傳統 你想有什麼豐富的 就是有些文化的良行 和那個社會意義 那他不單止是那個鎮藥的部分 鎮藥的宿主營的型格 鎮藥可以出著什麼 出著社會和諧 是 全城文化的傳統 並在國際交往中 發揮重要的作用 職場禮儀 在職場環境中 具有棋下重要的價值 職場禮儀可以幫助建立和維護個人的專業形象 通過指示你的儀態和行為 人們會給你更高的信任和尊重 良好的職場禮儀 有助於索造你作為一個專業人數的形象 提升職業聲譽和信任的道路 職場禮儀 職場禮儀 有助於建立和發展良好 兩個人際關係 的人際關係 尊重他人 傾聽和有效溝通 是職場成功的關鍵 適當的禮貌和尊重他人的行為 可以促進良好的合作關係 增強團隊合作的和歉 和職場禮儀 對職業的發展至關重要的 在競爭激烈的職場環境之中 具備良好的職場禮儀 可以使你脫穎而出 優秀的禮儀表現可以給僱主 和上級留下積極的印象 提升職業機會和晉升的可能性 職場禮儀對於建立商業的關係 和開拓商機也是非常重要的 通過展示註信專業和尊重他人的禮貌 你會更容易去他人建立信任和合作的關係 為商業合作和機會創造良好的基礎 良好的職場禮儀可以促進工作的效率和提升 清晰清晰的交通 尊重他人的時間和空間 起感遵守職場的規範 可以減少衝突和誤解 提高團隊的協作效率 推動工作的順利進行 是啊 非常之好 我們學了很多東西在這場上 阿遠長 如果你的員工來建立 你請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留意到他有沒有禮貌 第一時間看他有沒有禮貌性 是啊 當然了 你總之跟我們講一句 你就知道了 一出聲知道你有沒有學問 就知道了 是吧 鵝麥英 你看 你的學問第一句說話 我知道你有沒有料 當然 多謝 有沒有料 沒料的人 第一句說話已經是這個 不用這麼理他了 這個沒料的 說話就看一看 是 粗粗笨笨的 不是沒有料的 是 還有我們去請人 文貴我們就會 就是我第一時間 我就會坐在那裡 看他不是說 他見我對我有禮貌 我會關注給他 就在他那裡等一會兒 我會給那些伙計過去 或者什麼呢 或者那些清潔姐姐 走過去 看他會不會一樣 發脾氣 打招呼 或者是什麼 其實在那裡已經可以看出 他 所以去見公的時候 就千萬不要說 沒見到那個老闆 可以亂來 或者是什麼 所以你要自發性 或者你自己的身份 必有一個人治的話 他就是對任何人 他都是有禮貌的 所以這些伙計 我們一定要去請他的 是不是 演唱是不是 這個文化 剛才演唱 放在現代積牆的說法 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特色 是的 西方現在的大機構 大集團 他們管理的方式是怎麼樣呢 就是一有什麼事就裁員 是不是 炒了 從投資銀行到科技巨企都是 一裁就裁四成五成這樣裁 他不是講一個感情的 在這個機構裡面 他沒有感情所講 是啊 沒有禮的 中國才是領域之邦 就是中國人去到做生意 中國人都是那種 我們員工和員工的關係 在一個關係當中 就去建立一個隊伍 也不會說公司生意少一些 這個月沒有什麼收入 就立即裁了一半人 很少會這樣發生 院長那些跟他幾十年了 院長你的伙計 做得老 做得老 做得退休 哈哈 做得退休 做得說要退休 不是 退休還不照顧他 繼續幫忙 譬如你年紀大 這個位置不騙你 那他就轉一個有騙你的位置 給你坐 是不是 院長 現在我們 你去我寫下來就看到 是的 那個呢 就是在門口坐著 按鐘開門那個人 那個跟我差不多年紀 八十歲了 九十歲了 我大了 他一年了 關先生 是啊 他呢 我覺得他 平時他真的有禮貌 哦 真是好聽話 可以留到現在 所以呢 我現在都不肯抄他 是啊 今年年底 不知道 會不會給他 如果給他呢 九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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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房間在這裡 是啊 你會不會給他 那一間公司 明後 一定是美女啊 年輕的女啊 之後 你不是年輕的 你都不能坐在前面 但是遠足就是 那個 我就見過很多的老人家 真的 之前那個都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老人家的 另外一個 就是他都會是 就是覺得他們有禮貌 你說他就會有這個 現在實得的思想 所以禮是放在中國 特色的 在現代社會結構 都很多環節可以展現 是啊 黑幾乎禮啊 是啊 下一節 我們又可以跟這些 學校的老師 又去講一下 是啊 在學校裡面 怎麼教育小學 是啊 在那個大乘小學 中學 是啊 裏面是怎麼推動這些 就是禮的思想 是啊 那儒家實得 那儒家實得呢 湯家博士是經常跟我們講的 作為做人 做生意的見證 那我們又去到第三得了 是啊 是啊 人二禮 那還有七集 是啊 那又要請 院長一定要跟我們 逐個逐集 非常歡迎 是 你們邀請我們 是啊 下個星期 繼續我們儒家實得 好 拜拜 拜拜 下次見